嘿,小乐高带得去,欢迎回到坏雪的乐高仓库,我是年和 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森堡积木宇宙英雄奥特曼系列 编号108328的超古代龙梅尔巴 身高57米,其重46000吨 是有着使天空崩裂的怪兽之称的3000万年前的巨大生物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积木表现如何吧 好,现在这一款超古代龙梅尔巴就评到完成了 套件一共是130片零件 主体颜色是红色,服役灰色和黄色 先来看头部,头部是可以上下摆动的 鸟绘可以靠下巴部分进行开合 你可能会疑惑它的眼睛在哪里 其实是这个圆形眼镜露出来的红色图点 诶,是不是接受了这个设定就回不去了 它的眼中会发出橙色的破坏光线哦 腹部是三对尖角贴纸件 对比圆形还是挺还原的 梅尔巴的别称是超古代龙 它的手臂和腿部都有一些鸟的特征 这里的脚踝部分是卡齿件连接的 只能上下摆动,不能左右摆动 而且我会觉得这里的卡齿件 没有球形零件那么紧 在摆动的时候可能会卡不住 从而造成整个梅尔巴前后倾倒 向后倾倒的话问题倒是不大 因为尾巴也可以做一个支撑 终于来到了整个套件最大的特色翅膀部分 成品的翼展宽度是高度的1.5倍 足足有20厘米长啊 借助后部的卡齿件,翅膀可以独立的上下扇动 也可以固定在某个角度 尾巴借助球形和卡齿关节实现多极可动 这里要注意尾巴末端的尖锐零件 因为侧面做的很薄 扎手还是有轻规痛感的 好,这款编号108328超古代龙梅尔巴就介绍完毕啦 拿出之前拼好的哥莫拉勒秀巴斯和盖扎德比奇放在一起看 梅尔巴的这个大翅膀好显眼啊 你是更喜欢海里游的勒秀巴斯,还是天上飞的梅尔巴,还是路上跑的哥莫拉和盖扎德比奇呢? 留言告诉我 以上就是三宝金木宇宙英雄奥特曼系列编号108328超古代龙梅尔巴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点赞评论分享 这里是坏血的乐高仓库 我是尼尔河,拜拜